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一旦遇人不说 在感情里患得患失 就会给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 当女人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爱情 最终都会渐渐改变自己 不会像以前那样盲目为男人付出了 他们对爱情失望以后会渐渐成长起来 就算以后遇到有男人来追求 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急于感动 显得特别淡定了 而且这个时候的女人也会越来越审视男人的真心 如果觉得男人没有用心来爱 便会否定感情 对男人不抱任何希望了 他们的身心越来越成熟 对男人不会轻易付出感情 无许会更加看重男人的其他条件 比如经济基础等 很多女人渐渐从看重男人的人品 演变成看重男人的经济条件 无非就是他们曾经真心交付 全部被辜负了 被迫转变了恋爱的态度 说到底 经历的异性多了 女人八成会变成这种样子 可能会有以下三种状态 一 不敢再爱了 对男人的追求很反感 女人若是以前被辜负多了 经历了很多次爱情 她们就会成长起来 学会保护自己 这时她们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去爱了 面对男人的追求 她们会很反感 表现得非常高冷 这样的女神让男人无法接近 不管男人是不是真心 她们也不会感动 因为曾经受过太多伤害 她们不得不谨慎 害怕再次在感情里受伤 于是每当遇到有男人来追求 她们都会习惯性地表现出高冷的姿态 对性相当排斥 事实上这种女神不是不渴望爱情 而是她们不敢放手去爱 她们也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疼爱自己的男人 但是她们却不敢再迈出步子 表现得很纠结 在跟男人交往的时候 她们一般不会再加好友 也不会跟男人聊天 渐渐变得很喜欢独处 在她们看来 与其要承担爱情的风险 不如独自沉淀自己 远离男人 远离伤害 所以男人一般也很难追到这样的女神 她们以前被伤得很深 外表会裹着高冷和坚强的外衣 不会轻易恋爱了 二 以物质衡量爱情 变得世俗了 一个女神如果经历过很多异性 她们最大的变化 就是变得世俗了 会以物质来衡量爱情 因为她们以前每谈一次恋爱 都付出了真心 从来没有看中男人的经济条件 只是渴望得到男人的同心 可是在一次次的恋爱中 她们付出了一切 却被男人辜负了 没有得到同心 最终被伤得体无完肤 于是她们也想通了 男人很难付出真心 哪怕自己做得再好 也得不到珍惜 既然如此不如现实点 在感情里要求男人付出经济成本 这样一来 就算男人不珍惜 她们也不至于输得很惨 所以对于这种女人来说 不是她们天生就很物质 而是曾经被男人伤过多次 逼着自己改变了恋爱的状态 她们不会看男人的人品和责任 一切以物质为基础 男人能够付出经济成本 她们就接受 否则便会离开 如果男人只是嘴上说这么爱她 她不会有意思感动 没有行动 不舍得投入经济成本 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傻傻去爱了 这样的女人在感情里的状态 就是以物质来衡量爱情 要么有爱 要么有钱 如果都没有 那就不值得爱 很多男人都觉得女人物质 可是你们有没有扪心自问 女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她们跟你谈真心 什么都不要的时候 你却辜负了 当她们变得世俗以后 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说她们物质呢 凡事皆在因果 这就是值得反思的地方 三 可以往暧昧 但不会急于确定关系 女神若是对感情里 看得很随便 不是她们不好 而是她们学会了如何跟男人周旋 因为她们觉得男人都喜欢两波女神 真正付出真心的很少 她们不敢再把自己堵在某个男人身上 于是她们也看开了 不再轻易跟男人确定关系 而是可以玩暧昧 跟各种不同的男人周旋其中 以前她们很矜持 不敢和男人太随便 但是现在不会了 渐渐变得很会取悦男神 也很会拿捏男神 她们可以跟男神 开各种暧昧的玩笑 表现得很随意 但是她们从来不会 轻易和男人确定关系 特别谨慎 说到底 这也是女神被伤过多次以后 她们学会了保护自己 以伪装的面貌跟男人交往 她们不纠缠于某个男人 但也可以和男神暧昧 反正不用付出真情 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 而且有些女神被伤过以后 渐渐变得对感情放纵起来 甚至用感情去报复男人的情况也有 和男人在一起 她们可以聊暧昧的话题 也可以有肢体上的接触 一切都是逢场作戏 这样的女神 如果没有遇到 真正对她们疼爱的男神 可能再也不会付出真心了 所以 男人最好别辜负了爱你的女神 如果你很爱她 就不要伤害她 否则最终你遇到的女神 也可能不会对你真心 这都是感情里的因果 张爱玲说 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 然而日造更多遗憾的 往往是爱情 爱情经历多的女神 曾经在每一段感情里 都是全心全意付出的 她们每次都以为找到了真爱 等到被辜负了才发现 一切都不值得 人心不是一天凉的 女神对爱情失望 对男人失望 无非是一次次的被辜负 被伤害 然后才变成了现在这样高冷的样子 总结来说 一个女神经历的异性多了 可能会有这三种状态 这样的女神 不会再把爱情当成唯一 而是学会了保护自己 先爱己再爱人 她们变成这种样子 并非自己的本来意愿 而是被男神伤害过的必然 所以希望男神 用心去疼惜身边的女神 别让她们的心冰封 否则你再也不会得到 她那颗真宠火热的心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了呢